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糕 今天我要教大家玩飞行棋 然後呢 首先我們跟大家說 飞行棋有四種 可以給你四個人同時玩的 每一個都有四隻棋 紅色和綠色是因為我雪糕小時候 貪玩 不見了 這個還好嗎 那我們介紹一下玩法 首先你要起飛 起飛就放在這個位置 你不會這樣走的 你這樣走就發達了 不用玩了 你要這樣一下 那怎樣可以起飛呢 你就要殺到雙數 2 6 2 2 4 6也可以 1 3 5就不行 因為1 3 5是單數 2 4 6是雙數 然後呢 當你起飛之後 你就可以走的 下一轉 有一個特別的數字 那個數字叫做 6 你摘了一次6之後 你可以摘到一次 但是 謹記 如果你摘到三次都是6的話 你就要所有期 翻翻 雖然很慘 所以 摘到三個6的圖 好 我沒話可說 我心表同情 雖然我不知道 然後呢 我再用一個6來做例子 例如我走兩步 我可以從這裡跳過來這裡 或者我走到一步 再跳過來這裡 總之 這個格仔 就可以跳這個格仔 因為同顏色的格仔 可以跳跳跳跳跳跳跳 但是只可以跳一次 你不可以這樣 再這樣 你只可以這樣跳到這裡 或者你走到這裡再跳一次 然後呢 我這次來拿黃色做例子 這個 你只要站在上面 你就可以飛過來 哎呀喂 紅色的格仔 哎呀喂 就可以再跳一格 但如果 你是 如果 你是 走 這裡 飛過來 你就不可以跳了 因為你已經跳了一次 好了 大家明白嗎 其實只要最快到達到這裡 這個 最快到達到這裡 就為止贏 還有 注意啊 其實這格是最危險 現在說 有一隻 紅色 已經去到這裡 然後我就在這裡飛 我就踢了它 所以 各位 如果 你跟這隻紅色一樣 身處這方 就非常危險 好了 各位 今天的格學到此為止了 大家 拜拜